有没有姐妹是很讨论用中国洞胶来贴穿戴甲的 就是你辛辛苦苦你贴好的一个甲片 但是呢一碰水你看它很容易就掉了 真是太可惜了 其实话这个就是方法有问题 每一家想要带的更牢固 首先的话我们先用这个小木棍 先把这个甲床根部的死皮这样子给它刮干净 边边角角把死皮刮干净之后呢 整个甲床给它推平一点点 然后拿出这个小木槽 把自己的甲床稍微打磨一下下 每个手指头都打磨到 边角四处打磨好之后呢 我们拿出这个酒精面片 把它撕出来 然后把手上的灰铲呢 角质啊全部给它擦拭干净 擦拭干净之后 切记一定要等它干透了 我们再选择果冻胶 果冻胶的话一张是有大有小的 我们贴之前呢 先把果冻胶对比一下甲床 从左边包到右边来 这两边能够包住的 这个就是合适我的果冻胶 然后把它撕出来 贴的时候呢 我们贴到手指的正中间这个地方 但是切记 我们一定要先固定中间这个胶 然后把果冻胶向整个甲床的四周围去推满 整个甲床的边角缝隙里面 全部要有胶贴 向前面去推薄 整个甲床的甲沟里面都有胶之后呢 按摩一下下 然后撕开上面这个防瓷膜就可以了 撕掉膜之后 你看整个甲床都包满了果冻胶 这个时候我们来贴甲片 甲片的话切记不要贴反了 甲片的底部是比较薄比较软的 然后前面是比较硬的 前面可以用来做加油活都是可以的 然后贴的时候呢 底下留一点点距离 左右两边先看一看有没有对齐 对齐之后 把这个甲片斜向下45度 压折股东胶往根部推一下 然后把前面摁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左右两边多搓排一下 每个手指按摩15秒钟的时间 排出里面的气泡 给它多按压紧实一下 这个甲片带好了 如果这个底下有比较多的翼胶 比较影响美观 我们可以用这个小木棍 这样子把这个翼胶给它刮出来 给它处理一下 你看处理好之后的甲片 就跟美亚店做的没有任何区别 然后切记哦 三个小时之内是不能碰水的 三个小时之后 我们洗头发 做饭做家伙都是可以的哦